从路易出生开始 夏洛特就对他带着特殊的感情 在任何时候只要能抓住他的手 夏洛特就绝不会放开 或许这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 不带半点的虚伪于巧事 在路易的洗礼纪念照 以及伊丽沙白二世与曾孙们的合影上 可以看每次夏洛特都会握弟弟的手拍照 即便是在曾祖母的身边 他也完全不受约束 或许对弟弟来说 夏洛特公主就是他的守护者 爱并不是一味的顺从 一味的迁就和宠溺 过度的爱会成为恶习的温床 过度的娇宠也会让他失去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 爱你的人会守护你 也会纠正你的错误 爱有温度也会有原则 路易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不仅有父母的喜欢还有祖父的宠爱 于是他便成为了这个家里最似无忌惮的小孩 在女王登基70周年庆典上 路易王子过度地展现自己热情的时候 夏洛特便会及时地纠正他的动作 在观看白金喜年庆典大游行的看台上 路易不断地吸吮自己的手指 看不下去的夏洛特公主阻止了他的不良行为 不仅是弟弟 哥哥不规范的动作也会被妹妹警告 如今夏洛特公主在这个家庭里脱颖而出 她是疼爱弟弟的姐姐 也是一个拥有王者风范的小公主 她喜欢粉红色 她也喜欢学芭蕾舞 她喜欢帮妈妈干家务活 在过去七年里 夏洛特公主已经长成一个最具温莎气质的孩子 虽然在大家的眼里 夏洛特是一个开朗自信的孩子 其实她也是一个害羞和内敛的孩子 有些时候她和祖母戴安娜极其的相似 她善良体贴对人又热情 但是某些时候 她又会向她的曾祖母伊丽莎白二世 国甘冷静沉着 从小就接受父母传授王室教育的夏洛特公主 知道该在什么样的场合做什么样的事情 再参加菲利普亲王去世周年悼念活动 当他们一起走到威斯敏斯特教堂时 凯特对女儿说你可以微笑 这时候的夏洛特公主立马转换表情 这让人想起了她小时候和父母出访她国 即便是正在哭闹 但是当母亲让她和国外官员握手时 她便会收起哭泣的表情乖乖地和她握手 或许这就叫天生的职业素养 夏洛特是这个家庭的开心果 也是这个家庭的小管家 虽然她不是最大的孩子 但是她却是自律性最强的孩子 王室评论家认为夏洛特是个浑身上下 撒发着自信和公主气质的孩子 她的优雅与高贵并存 正如这个家庭优秀的女性那样 夏洛特公主也继承了这个家庭的 奉献精神和服务精神 作为未来国王唯一的女儿 她将扮演着辅助者的角色 在守护弟弟的同时 还会为哥哥乃至王室捍卫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